第13题,它选用了两种指示剂,X还有Y,来测试两种容义,甲跟义,它们加义两个容义,以不同的体积笔混合,要来测试这些混合义,它的pH值会是多少。 那题目有告诉你这两种指示剂,它的颜色跟pH值的关系,我们可以先来把混合义的pH值找出来。 1比9的混合义,指示剂X是粉红色,粉红色就代表pH值是8.0以上,指示剂Y是蓝色,代表pH值是8到10。 那综合这两个指示剂告诉你的事情,这两个范围的交集就出现在8到10,就可以知道1比9的混合义,pH值就是8到10之间。 1比1的混合义,指示剂X是无色的,代表pH值小于7.5。 指示剂Y是绿色的,代表pH值在4.0到7.5之间。 就知道这边容易的pH值范围是4到7.5。 9比1的混合义,跟刚才1比1的一模一样,所以pH值一样也是4到7.5。 接下来他要问,下面这些选项,最有可能是容易甲和义的组合。 我们可以先从体积比1比9开始。 他现在的这个甲义两个容易,它的浓度是相同的,都是0.1m。 看一下下面的选项,这些都是酸或者是碱,混合之后会发生酸碱中和。 不过因为现在1比9,它的比例相差太悬殊了,受伤发生酸碱中和。 大概也可以想到,那应该是义会剩下来很多,因为义一开始就比甲多很多。 所以这边容易表现的性质应该比较接近义。 这样就知道义应该是碱性的。 在它的选项里面,碱性的就叫氨水,填酸和醋酸是酸性的,就可以把这两个选项划掉。 同样的,看9比1的容易,它表现的应该是接近甲容易的性质。 代表甲,它是酸性或者是中性的,现在ACE选项,它们都是酸性或者是中性。 不过还是有一个人会划掉,你们觉得是哪一个? 是盐酸不对,因为它太酸了,pH值不会这么大。 它现在所有的容易,浓度都是0.1m,盐酸它是可以完全解离的,0.1m的盐酸就会完全解离,产生0.1m的氫离值。 pH值应该是1。 接下来C跟1要选谁,就要来看这个体积比1比1的混合力。 1比1的话,它们的体积差不多,所以这个呈现的是酸减中和之后的情况。 它告诉你,综合以后会是酸性或者是中性的。 新选项的瑞化钠,就是食盐,是中性的。 跟碱性的氨水混合之后,它们不会反应。 最后还是呈现碱性,这个就不是我们要的。 这样就只剩下1选项。 醋酸是弱酸性的,跟氨水是弱碱性的。 它们混合之后,会接近中性。 有点钟,剩下了,我们下来的试图。 咔嚓他吧。 接下来的试图。 感谢观看